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暑假快開始了 大家有沒有想過跟小朋友去哪裡玩呢? 這次我會跟小朋友去得福廣場 上面有一間遊戲機中心叫做Lanko 裡面有一個運動遊戲區 也挺好玩的 這次我和小朋友一起去 讓我帶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玩 我們進去之前 門口就會有很多掉彩虹、夾娃娃等 喜歡玩夾娃娃機的朋友 這裡都會有多少選擇 小朋友在這裡玩完之後 再走前一點就是這個運動遊戲區 未進去之前會見到幾個超大的保齡球 至於收費方面就用計時的方法 最便宜的門票就40元起 進去之前員工就會給你手帶我們 離開的時候就會計算你的玩樂時數給錢 裡面就有九大的運動遊戲區 讓我們一起進去看看有什麼玩 門口就有一個鎖架可以放下自己想保管的物品 第一個保齡球區 大家把保齡球推跌就會得分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比賽一下 然後再走前一點就是一個充氣跑道 大家首先要放好安全帶 然後用全力向前跑 好在限定時間裡面 看看誰把球放在最前 那個得分最高就贏了 這個遊戲因為要很大力氣才能玩得到 所以只限18歲人時去玩 當時我跑的時候真的用全力去跑 不過這條鎖架繩會把你整個人向後拉回頭 所以其實都頗難玩 另外旁邊這隻博取遊戲 鬥大力 看看我分數幾高 好了 這麼簡單鬥氣力的遊戲 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 然後旁邊有個功夫遊戲 就是按指示燈按鍵 誰按得最多就贏了 接著這個參加者在指定時間裡面 把球把對手推到下面就會贏了 這個遊戲因為比較危險 所以都是要18歲以上人時才可以玩 這個VR蛇墊的螢幕很大 大家只需要拿著箭 對著箭把蛇 看看誰高分一點 這樣就贏了 至於平時打冰彈蛋 當然是用冰彈蛋蛋 當然是用煎摩來打 如果用煎摩打開 大家試過沒有 除了用煎摩之外 還有很多奇怪的一切 最重要是一個 穿了洞的一切都會給你試試吃 用起來的感覺 挺有趣 這次是用這個小 小時候 巨型蘋果棋混合籃球對戰 大家有沒有試過呢 這個就是兩個一起混合來打 裡面會有紅色和藍色的球 大家只需要在限時 將相同顏色四個連成一線 就會贏 另外這個對戰區 就可以小朋友玩 玩法就是兩個站在圓墊裡面 利用手上粉紅色這支長棒 令對方跌倒了就贏了 最後今天幾個小朋友一起玩 玩了兩個小時 大家都玩得好開心才走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來試一下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一下小鈴鐺 就會收到我最新影片的訊息 我們下次見 拜拜